所以你再来看 可是你知道吗 金曲奖现在公布入围名单 我们的Jolene 蔡依林 大赢家 好多项入围 为什么 因为他今年的ugly beauty 其实非常的 ugly beauty 新专辑 很多粉丝是很震撼的 因为他包括里面好几次MV 都是像国际版的那种电影一样 年姐我们知道他跳舞跳得很卖命 掉钢锁摔下来也继续跳 现在还干嘛 MV 他的MV包括吴君如还有小S 他们等等人来拍之外 还有一支更 让你跌破眼睛的MV 这一支就是说你也有今天 这支就是说其实时尚 年姐在画面上面看到 而且就很像一个 这非常野性十足 但是这个舞一定要经过很缜密的编排 他跟32个猛男一起拍 大家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说 因为他里面有类似有那种性暴力 然后那种他就像一个复仇女王风 然后他跟这猛男是什么关系呢 他又被绑起来 又躺在丛林里面又在求生 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直到到最后的时候 他有说他其实要用这个片子 跟安纳塔汉岛的女王事件致敬 大家觉得说难道你讲的是一个历史故事吗 是啊 那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是究竟为何事 就立马排在MV里面 引起很大的争议跟讨论 到底是什么历史故事呢 其实很多人心里有很多的谜团在里面 对 安纳塔汉岛 Jolin最新的这个Ugly Beauty的专辑的MV 其实他所讲述的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 为什么呢 因为安纳塔汉岛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它其实只是一个小岛 但是在岛上如果只有一个女性 要跟32个男性一起生活 真人真事 这是一场非常血泪的历史 我们请曹老师来告诉我们 是 刚才年杰讲到这个蹭红毯 那个叫蓄义 对不对 对 那故意的嘛 故意的 对 处心积虑是不是 对 但是这个所谓的比加和子 比加和子 安纳塔汉岛的女王 我觉得她不是蓄义 她是无奈 虽然说后来媒体对她呢 是一面的都是抨击她 但是我觉得她真的很无奈 为什么 我们先来看这个时间点 其实这个和子呢 她是一个很单纯的女性 是 当年她是冲绳岛人 她16岁的时候呢 刚好呢 这么年轻啊 对 这么年轻碰到二战嘛 那我们都知道二战的时候 太平洋战争发生很激烈 那刚才呢 您提到说 这个安纳塔汉岛到底在哪 来 我们看一下地图吧 哇 在哪里啊 它就在日本跟纽西兰之间 太平洋上 那如果我们具体的说嘛 它的位置在塞班岛以北 177公里 OK 那么干哥一定会想说 那到底它多大呀 多大 还有玉王 它的面积呢 大概你就这样想 我们台湾的一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 不太大 台湾是三万六 对 它大概就是 它只有三十六 对 它只有三十六多 因为它的长呢 大概十二公里 OK 湾呢大概不到四这样子 那走一圈半小时就走完了嘛 是 一个小岛 那么这个女孩为什么会到这呢 其实呢 因为她本身是冲绳岛人 后来因为战争的关系 所以她们迁居啊 迁到这个巴坎岛啦 后来呢就认识她先生 她先生也是冲绳岛人 这个人呢 跟她呢等于同乡 所以是比加正一 那么两个人呢就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 她才十九岁 OK 其实是很单纯的 那么她这个丈夫呢 正一呢 是在当时的一个叫做 新发猪市会社工作 结果呢就带着年轻的妻子 就来到了这个岛 为什么 他们是带着日本军阀的战略任务前往的 对 因为这个岛上呢 有大概二十来个土著农民 他们就种一些个经济作物 椰子啦 香蕉等等 对 准备给皇军用的 没错 因为这个时候太平洋战争嘛 是 所以呢 夫妻两个呢 等于在这监工 但是呢 哎 问题出来了 怎么 当时呢 这个正一呢 他的老板也一块来了 老板 对 叫做日下赴正美 所以这个时候是三个日本人 对不对 对 三个日本人跟二十几个土著 那么后来呢 正一呢 到别的岛上去看妹妹 结果呢 从此以后音讯全无 因为你看 太平洋战争美军常常轰炸嘛 对啊 所以正一下落不明了 去的了可能回不来 对 这个时候是1944年 而且生死未捕 完全没有音讯 又没有LINE 对不对 完全是没有消息 这个时候是1944年 战争末期 所以对日本是相当不利的 对 那么你看 这个女孩怎么办呢 这个盒子 他这个时候二十岁 所以他就很自然 才刚满二十岁 刚满二十岁 好年轻哦 对 所以他就跟这个老板 对不对 其实没有结婚 就两个人相依为命 他们两个人 只剩下这两个人 其他都土著啊 怎么办呢 对 这很自然嘛 是不是 其实故事应该到这呢 还好 我们就等着战争结束嘛 OK 可是战争还没结束 有一天 飘来了两艘船 船 这两艘船是日本船 他们呢 在海上遭受到美军的袭击 攻击 对 所以这个船呢 搁浅 搁浅在这个安纳塔汉岛 那么船呢 就上来了三十一个日本人 其中十个是军人 同乡来了 我们得救了 对 不是这样啊 他相遇故知是吧 是嘛 好像我跟干哥在海外遇到是吧 对啊 本来 应该很开心啊 是应该这样 三十一个男的 那么其中十个呢是日本的军人 那么另外二十一个是随船的军夫 OK 所以呢 加上他账户是不是就三十二个男的啦 是啊 这就是九令里面的三十二个男生 那大家一算 就是九令刚刚那个MV的故事的原型 就在那边出现了 原型就在这 只有一个女的对不对 只有一个女的 那这样应该他相遇故知 大家相依为命嘛 是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盒子呢 就被大家拱为好像像女王一样 女王 大家都讨好他 当然嘛 只有一个女生啦 对不对 可是有一句话叫做实色性也 没错 而且干哥你看这个岛在太平洋 比较偏南 对 它的气候很热 对 所以这个盒子呢 穿的衣服就比较少一点啦 你的意思就是说 每天都是因为太养眼了 可是有三十二个年轻力壮的男子 大家都盯着他看 那那其实也很为难耶 是 其实也蛮为难的 是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盒子其实他蛮自爱的 他就跟丈夫呢 干脆我们就正式结婚 OK 搬到岛的另外一端 大家不要盯着我看 对对对 我们也不见为敬 是不是 对对 好 故事到这应该是告一段落 对 等一下 结果呢不久以后到1945年的时候 大家竟然在这个岛的中央的丛林里 发现了一架美军B-29轰炸机的残骸 坠毁在那里了 对 但是大家就上去找了 结果找到什么 找到90发子弹 还有四把坏掉的枪 那么其中有两个人很厉害 把枪修好了 枪坏掉还能修好 当然可以修了 这个曹老师我可以说 在一个完全就是说 没有法治的地方 谁有枪谁就是老大 谁就老大 而且呢现在大家要争的什么 这个荒岛上要争什么 没什么钱财 谁争的就是女人 对不对 所以战哥说的对 谁有枪谁就是老大 那谁就可以得到盒子了 所以立刻有枪的这两个人 马上就去找盒子夫妻 那么盒子的丈夫呢 这个日下部他害怕 他就说好吧 那这样好了 你要活命的话 把你老婆让出来 没错 我们就三个人共用盒子 就是说等于一女士三夫就对了 没错 那也就可以了吧 是不是 应该这样就好了 就像战哥讲的 谁有枪谁就是老大 所以不久之后 这两个有枪的人 他们的对头 死对头 从树上掉下来了 死了 怎么死的 不知道 不知道 为什么掉下来 不知道 好死了一个 对不对 然后这两个有枪的人 本来是好朋友 现在两个人争执起来 又死了一个 其中一个又死了 又死了 好不久之后 连核子的丈夫 这个日下部 食物中毒 也死了 都不是被枪打死的 老师你讲的好玄奇 也就是说我有枪 可是我不是用枪把你打死 但是这些人 他就是死了 钓鱼也可以死 或者食物中毒也可以死 从树上掉下来 通通可以死 什么吃错东西 而且最后这个有枪的人 他也死了 他死的更奇怪 他是海上的渔船的工作人员 他竟然在海边钓鱼的时候 淹死了 淹死了 对海边而已 曹老师你讲到现在 我就可以理解了 如果不是有一个原因的话 不会有这么多死亡事件 而且都找不到原因 对所以这简直死亡魔咒 对不对 所以这样已经死了四个 是不是 大家就很害怕 所以这个时候 其中有一个人就说 这样子好了 核子那问题在你 对不对 那你其中选一个丈夫 你就选一个人 让大家死心 让大家可以死心了 对对对 大家死心 还有最严重的问题 是那两把枪 对不对 对 那我们把枪丢到海里 是不是以后就没有人会死了 好主意啊 对不对 好主意 我们在荒岛上面 我们需要枪干什么 对不对 对 这样子会引起纷争嘛 对就不会有干哥说的 好枪扔了 谁有枪谁是老大 对不对 没枪了 好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陆陆续续 还没解决 对又死了五个人 其中有什么悬崖掉下来的 失踪的 失踪 再也找不到人的 什么又是生病的 反正又死了 你看一共九个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 大家就觉得真的很害怕 好像这个死亡魔咒 没完没了 那大家就在想了 枪也丢了 对不对 盒子结婚了 也结婚了 其中她丈夫也死了 对 现在问题的症结 就是盒子了 是不是她 现在绕一大圈 绕到我自己身上来了 对 我只是可怜的一个弱女子而已 对 被你们这样摆布 被你们这样争夺 对不对 是啊 所以大家决定 干脆就把盒子杀了 问题就解决了 把他给干掉 对 但是还好在盒子被杀前一天 晚上有一个男的 我觉得这个男的是真的爱他的 他就偷偷告诉盒子 明天我们要杀你 所以盒子就跑了 那还不赶快跑 当然要跑 跑到这个岛的丛林之中 一躲就躲了33天 超过一个月 他真的是很害怕 还好33天之后 在沿岸看到美军的船只 他呼救 这个时候是1950年的6月 所以他获救回到了日本 你说战争早已结束了 对早就结束了 可是为什么他们都不愿意相信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有那种非常非常强的民族自尊心 没错 所以其实岛上的土著都已经离开了 但是他们 连土著都走了 这些人还要守着大河魂 对 而且他们不相信天皇竟然会投降 所以终于盒子回到日本 他完全了解真相 战争已经结束很久了 可是呢 他回来之后 也带回来的真相是 岛上还有19个人 在那边 对 所以那些人 当然陆续就接到一些家书 后来到了第二年 对 这个时候那些人也决定 真的战争结束了 我们该走了 而且美军的船只来接我们 也不会陷害我们 对啊 所以这些人到了第二年的6月 是 他们终于投降 7月的时候 他们回到日本 好 这19个人回来以后 引起很大的轰动 对 首先呢 他们的家人 当然要找他们 不过呢 很可怜的是 他们的妻子很多 不是改嫁 就是移情别恋 那当然 还有另外一个轰动 还有那13个人呢 是啊 他们的家属也要问 人到哪去了 对 我的父亲 就算阵亡也要告诉我 对不对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但是说不出来 没人解释得了 没人解释得了 所以你看这个盒子 从此以后就被封为是 安娜塔汉岛女王 甚至说她是女王崩 把那个公崩一个一个吃掉 甚至说她是一个妖女恶女 由32个面首来伺候她 面首都出来了 对 其实我觉得 她是一个很无奈的人 对不对 面首就是男宠的意思 把她妖魔化认为她是女王 然后她竟然养了32个男宠 是 而且把这个岛称为叫欲望之岛 你看多难听 而且甚至于好莱坞都拍了电影 是 所以盒子他自个儿呢 也在全国各地呢 举行这个戏剧的公演 从1952年演到1954年 这个时候她是蛮有名的 演完了之后呢 她觉得还是要回归平静 她就回到冲绳岛 她的家乡 她的部乡 开了一个咖啡店 咖啡店的名字就叫安娜塔汉岛 但是呢 这蛮有梗的 生意不好 因为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在看她 大家还是社会氛围 没有办法接受她 没有办法接受她 因为她已经被妖魔化了 她害死很多人 然后呢她竟然可以安全回来 这些人的下落都不能解释 所以你根本就是一个妖女的意思吗 对 你是一个妖女 都是因为你死了13个人 所以盒子还沦落到去东京 做跳舞的这个脱衣舞娘 舞娘都干了 舞娘都干 可是这个时候她已经超过30岁 她其实真的很心酸 真的很可怜 所以后来也是混不下去 又重新回到冲绳 这个时候她34岁 她又结婚了 嫁了人之后 开了一个小铺 就买章鱼烧 这算是比较是平静的 可以虎口了吧 可以虎口 可以获得平静了吧 没有多少年 她的丈夫又过世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盒子大概40出头 她就手寡了 但是呢 她自个儿经历了这一串 我想她的心境非常的不好 所以她在49岁的时候 也就是1974年 才49岁 才49岁 这本人是什么长寿 她得了脑瘤 她得了脑瘤 所以她没有活过 曹老师其实在日本的 就是说他们以长寿著称 对 长寿的民族 就算患病的话 也不可能年纪轻轻 49岁就离世了 49岁她就离世了 那么这个故事才结束 所以在这儿我要替她讲一句话 我觉得她像那些走红毯的不一样 她是完全这一生受到命运的摆布 而这些男生为了要争夺她 其实也没什么错 因为十色信言 听完曹老师这样讲的确 这个安纳塔汉岛的女王 她是一个悲剧 她令人动容 但是在战争所带来的 许多无奈之下 这就是一个受到战争 伤害的最好的一个见证 所以我们跟她想起来 通电话彼此找着 她要素兵的 太皓了 她是的 又是